你在哪呢?我在这儿。 我去年没见到你,你今年总该来。 今年是台北一波的三十年,人生有多少三十? 别忘了,今年务必来。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10月20号到23号,世贸一管,我们不见不散。 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中秋节连续假期要到了,疫情解封,今年一定要跟家人好友聚聚。 台湾人最爱烤肉,而你吃的烤肉健康吗? 欢迎收听酸女孩专题报道,你吃的烤肉健康吗? 我是节目主持人洋葱妈妈Jean,我们这次的专题是你吃的烤肉健康吗? 8月收听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的听众,我们与大众分享如何健康吃月饼,带着听众一步步拆解不同种类月饼热量还有暗藏的添加物危机。 这次专题我们将与大家分享。 中秋节跟家人一定会欢聚的一个仪式就是烤肉,可在烤肉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市售烤肉酱里面充满添加物的危机。 小姐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哦,想请问你哦,因为现在中秋节要到了,你会烤肉吗? 应该会吧。 中秋节会烤肉,那你会喜欢烤哪些食材? 最喜欢吃什么? 肉片,青椒,香菇,玉米,四季豆,大概这些。 好,那我想问你哦,你在买这些食材的时候,你会买市售的烤肉酱吗? 会。 会买烤肉酱。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用烤肉酱,用买市售的烤肉酱而不是自己做烤肉酱? 因为方便吧。 因为方便。 好,那你有没有觉得烤肉酱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自己觉得你有没有担心的问题? 可能会有很多添加物。 可能会有很多的添加物。 我对身体不太好。 嗯,好。 小姐你好。 嗨,你好。 哈喽,不好意思,因为现在中秋节要到了,你中秋节会跟朋友或家人烤肉吗? 今年哦,会烤肉,小烤一下。 小烤一下,那如果你要烤肉的时候,你会买哪些食材? 嗯,烤肉一定会有肉片嘛,然后当然还会搭配一些蔬菜啊,花椒,青椒,玉米薯,一些生菜之类的。 好,那我想要请问你,比如说你在烤肉的时候会使用到烤肉酱,你会买市售的烤肉酱吗? 我会耶,因为毕竟比较方便,但是我会挑选比较好的品牌。 嗯,那你在挑选品牌的时候有哪些判断的标准? 嗯,就是会翻到背面,然后看一下它的那个成分,就如果它的成分有太多一些看不懂的文字,可能就会尽量避免。 嗯,就会选添加物的部分可能比较少的。 对对对对,好。 各位听众,不知道你烤肉的时候会不会使用市售的烤肉酱呢? 我这边先跟大家分享,营养师在每一年中秋都会特别提醒民众,市售烤肉酱因为快速入味,味道重,咸甜十足,所以出现了高钠跟高糖的问题。 许多烤肉酱使用果糖,玉米糖胶为原料,这些在快速的烧烤之下呢,就会出现漂亮的烧烤颜色,但果糖,玉米糖浆基本上不耐高温,而烧烤的温度却过高,会让果糖,玉米糖浆产生不良的物质,就会造成对健康的影响。 另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的市售烤肉酱都含有焦糖色素。 业者未求烤肉可以立即上色,所以一定会加入了焦糖色素,这样就可以让烤肉呈现完美的色泽。 色素添加物的大量使用目前已有近20年的研究数据,这数据是跟孩童的注意力不足跟过动症是有关系的。 所以市售烤肉酱都存在着高纳、高糖、焦糖色素问题,我们真心建议再加制制烤肉酱,才是最安心的健康做法。 小姐你好。 你好。 那我想问你哦,你在烤肉之前你会有习惯腌肉吗? 腌肉? 嗯。 没有耶。 没有习惯腌肉,所以你就是直接烤肉完之后再刷烤肉酱,对不对? 对。 哦,好。那谢谢你哦。 好,谢谢。 小姐你好。 嗨,你好。 你在烤肉之前你这个肉片你会腌肉吗? 会啊,一定要腌一下才会更好吃的。 哦,你会腌肉的原因是,所以你都有习惯会先腌肉? 对,因为它肉质也会变比较嫩,然后味道也会比较丰富。 那你腌肉的方法会用哪些东西腌肉? 嗯,我觉得像是味噌啊,或者是那个,哎,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名字,白白的那个是什么? 盐曲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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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OK,盐曲,所以你会用盐曲,味噌,还有什么,哇,好特别,然后还有哪些,一般的人都会用酱油啦? 哦,可能还会用一些醋吧,就是一些家里现有的水果醋之类的。 好,所以你都会先用腌肉方,那这样子相对来讲,你烤肉酱就好像不用刷这么多,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家里吃东西其实算蛮清淡的,就不会想要酱料太多。 嗯,好,谢谢你哦。 不客气。 谢谢。 听众朋友,是不是我们都习惯刷烤肉酱,却忘记用腌肉可以将肉变软嫩,更可以减少烤肉酱的食用分量哦。 使用天然的发酵品,酱油、盐曲、味噌、优格、处去腌肉,就可以让肉有更多的饱水性,肉质就会更加的鲜嫩。 想知道更多腌肉自家完成烤肉酱的黄金秘诀比例,大家可以收听免费第51集三大必学无添加烤肉酱,从印度、台式、东南洋调味一次完整告诉你。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每月第一周,我们与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合作最新的订阅单元,食物科学的十万个为什么。 我们将在十月揭晓健康安全的月饼保存科学,这个订阅新单元是希望每个月妈妈带着国小以上的小朋友一起听,以有趣科学认识食物,引发孩子对食物制作成分的好奇,一步步让孩子自己掌握吃进去的食物哦。 最后感谢你收听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九月份专题,你吃得烤肉健康吗? 而食物科学的十万个为什么将在十月第一个星期四上线第六集,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下次见。